第1824集 叶晨神色一正 看来这击煞之国背后的人 恐怕和叶家也有些联系 那自己掌控的那把煞剑 难道也代表着什么 叶晨不再多想 他知道掌控着背后的存在 恐怕不想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 很快 叶晨再次见到了尤璇儿 尤璇儿本以为再见到叶晨至少要数月之后 他万万没想到 如此短暂的时间两人再次相见 叶公子 您怎么来了 尤璇儿虽然为击煞之国的女帝 但对待叶晨却是极为的尊敬 他知道 自己现在的一切 哪怕击煞之国的一切 都应该属于叶晨 若没有叶晨 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更没有极煞之国的安宁 叶晨也不废话 将叶灵天要突破的事情说了出来 尤璇儿对着叶灵天 拱拱手道 既然这位公子 是叶公子的朋友 那跟我来 我知道一处地方 极其适合突破 尤璇儿带着叶晨两人 来到了极煞之国 深处的一座古老殿宇之中 叶晨还未踏入 便是感知到了周围流动着 极其古怪的阵法 这阵法 他甚至无法看透 恐怕是远古大能射下 尤璇儿寄出一块玉牌 瞬间阵法打开 三人同时进入其中 让叶晨意外的是 殿宇之中竟然极其辽阔 甚至里面的灵气 都极其浓郁 叶公子 这是我在地位之时 浏览极煞之国历史 所发现的 这里灵气极其浓郁 关键任何突破异象 都不会被外界干扰 这几日啊 我时常来这里进修 发现修为 竟然会增长不少 既然叶公子的朋友要突破 此地无疑是最佳选择 叶晨点点头 他能感知到叶灵天 眼眸的火热 便道 灵天 去突破吧 这十五日 应该无人来打扰你 叶灵天眼眸坚决 谢电烛 话音刚落 叶灵天便出现在了 一块巨石之上 双眸紧闭 盘腿而坐 那通天符文光柱 再次出现 这一次 整个电雨上空 仿佛卷动着 狂暴的煞气 风起云涌 游玄儿暗暗心惊 叶晨就足够变态了 却没想到 叶晨身边的人 同样如此变态 能引动这种异象的 可不是一般人 就在叶晨沉寂在 叶灵天的异象中时 游玄儿开口道 哦 对了 叶公子 我在此地还发现了一个古怪的存在 请叶公子一步前来 好 很快 叶晨便和游玄儿来到了 电雨最角落的地方 角落之中 八个古怪的石像列成两拍 栩栩如生 甚至流转着一丝道义 而石像的尽头 竟然是一扇石门 这是 叶晨疑惑的 游玄儿摇摇头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根据这些日子的研究 我发现 这石门背后可能就是出口 这里应该是 集杀之国的另一道出口 恐怕 是开辟集杀之国的那位 大能留下的 我打开过 发现外面的气息 就是第七神国的 有了此地 恐怕叶公子 出入集杀之国 会更为方便了 叶晨点点头 外面的那座神殿 毕竟是天魔留下的 他总感觉有双眼睛 盯着自己 若是绕过那一处 进入集杀之国 自然最好 玄儿 既然你未曾出去 那今日便让我看看 这里到底通往 集杀之国哪里 正好 我也要回神集宗 十五天后 我会来接夜灵天 由玄儿微微欠身道 那十五天后 玄儿在这里 等待夜公子 下一秒 夜晨打开石门 一步踏入 第七神国 一片一望无际的 金黄色沙漠之中 一头蜥蜴状的妖兽 正潜伏在一座 小沙丘之后 一动不动 一双树木 凝视着不远处 一头蝎子状的妖虫 那是他的猎物 再有几步 这猎物就要进入 他的必杀范围之内了 可就在这时 沙漠的上空 突然爆发出了 道道漆黑雷光 那雷光之中 蕴含着某种 极为恐怖的气息 这蜥蜴妖兽 显然灵智不低 树木之中 浮现一阵惊恐之色 竟是毫不犹豫地 放弃了即将到手的猎物 一头钻进了黄沙之中 消失不见 黑色雷光之中 一道空间裂缝 缓缓打开 裂缝之中人影一闪 夜晨便落在了 这沙漠之上 夜晨的目光 掠过那无边无际的黄沙 眉头不经一皱 这里是哪里 他能够肯定 这里在第七神国境内 但应该是一处 无比偏僻的所在 看来由玄而猜测的没错 这里通往第七神国的 另一处地方 并且距离神级宗 颇为遥远的 即使以他的速度 不撕裂虚空 日夜不停地赶路 可能也要数天 才能抵达神级宗 如此偏僻之地 那位极杀之国 背后的大能 为何要多此一举 实在不明白 是为了让极杀之国的 子民逃生吗 夜沉摇摇头不再多想 化为一道金光 向着神级宗的方向而去 与此同时 第七神国 一座被浓浓阴气 所笼罩的山谷之中 一座宛若由白骨堆砌 而成的山门之后 树立着一尊 手持长刀的鬼怪雕塑 这里是一等宗门 鬼刀门的所在 此时 鬼刀门的一处密室之中 一名面色阴沉的男子 取出了一枚 明印着鬼头图案的令牌 对着密室的一个角落 射出一道光滑 光滑没入地面 看起来炼成一体的 青石地面 无声地颤动起来 片刻之后 在那角落之中 打开了一道 通向地底的暗门 这阴沉男子 正是鬼刀门的宗主 阴尊 阴尊看向那暗门之后 在两侧幽蓝火光的 笼罩下 显得无比诡异的 通往地下的阶梯 阴沉的面庞之上 闪过了一丝 近乎疯狂的 崇敬与狂喜之色 他身形一闪 便踏上了阶梯 朝着地下快步走去 那道暗门缓缓关闭 很快 阴尊便来到了 阶梯的尽头 这里竟是一处 隐藏着的巨大宫殿 到了这里之后 阴尊的神色更加虔诚了一份 同时 他浑身的气息 开始疯狂暴涨 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 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 阴尊的面庞之上 又是浮现一抹笑容 不用隐藏的感觉真好 此时 阴尊的气息 竟然和之前截然不同 甚至比万神之巅的白玉皇 还要强上几分 他竟然也是一名如此存在 而且一直都在隐藏修为 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阴尊的眼眸之中 虽然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但是 显然他与白玉皇不同 并没有觉醒上古神体 即使是拥有上古神体的天才 现在都不是个个能进阶到混沌井七层天 一层天的差距可能是万年 哪怕有月环异象 混沌井越到后面就越难修炼 阴尊竟然做到了 匪夷所思 太匪夷所思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他为什么要隐藏修为呢 有这等实力 足以让鬼刀门的地位大大提升吧 阴尊起席拔生之后 便朝着大殿深处走去 大殿两旁是一个个火盆 幽蓝色的火焰在火盆之中摇曳 很快 阴尊便来到了大殿的主座之前 但却没有坐上去 反而在这无人的宫殿之中 朝着主座跪拜而下 无比恭敬地开口道 老祖 我回来了 宫殿之中空空荡荡的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低沉沙哑 极为难听的声音 在这空旷的宫殿之中回道 哦 这么快就回来了 本尊交代你的事情 都查清楚了吗 那声音竟是来自主座之后的 一幅画像 画中是一名手持鬼头刀 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 此时 那名中年男子的双眸 竟是闪烁着两道幽蓝火焰 仿佛活过来一般 阴尊道 已经查清楚了 如今神国之中最强的青年 应该是一个名叫夜晨的小子 来自神吉宗 据我估计 他虽为斩握三层天 但他的真实实力 至少已经达到了混沌境六层天 实在匪夷所思 甚至连我 都险些多次舌在那小子手上 那画像眼中的火焰跳动了一下 片刻后开口道 你做得很好 又按照本尊的吩咐隐藏修为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吧 殷尊始终将额头贴在地面上 闻眼开口道 是 说吧 他微微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看向那主座之后的画像 眼中是浓浓地期待与紧张 那画像轻笑一声道 怎么 又想让本尊为你阴气贯体了 阴尊文言 兴奋地双眸都颤抖了 他舔了舔嘴唇 迫不及待地说道 还请老祖再为我出手一次 他之所以能提升到如此境界 都是因为这鬼刀门老祖 为其施展的阴气贯体呀 不错 据这画像所说 他正是那鬼刀门老祖留下的一缕残魂 似乎由于月宪玉环的关系而苏醒了 这鬼刀门老祖的残魂苏醒后 便将阴尊召唤至此 让阴尊为他做一些事情 例如收集某些珍稀材料 禀报神国目前的状况等等 对于阴尊这样一等势力的门主而言 都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 而作为回报便是由这缕残魂 为阴尊施展阴气贯体 阴尊前后一共接受了三次阴气贯体 每次他的实力 以及修武境界 都能够没有任何代价的突飞猛进啊 简直像是奇迹一般